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本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拼經濟 反網報 好,今節 我們講一下佛羅里達州的巨峰事件過後 居然疫苗了拜登,為什麼呢? 因為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 就被稱為 共和黨入面的新特朗普 他如果 是 特朗普不選的話,他就很有機會 是下一屆,如果租老頭都選的話 那就對拜登了 結果 這個佛羅里達州的巨峰事件之後 就令到 德桑蒂斯 是面臨一個嚴峻的考驗 巨峰這因帶來了 破壞 對於本來野心勃勃 要成為新特朗普的德桑蒂斯來說 是一個可怕的事件 為什麼呢 原來 佛羅里達州 是遭遇最具破壞性的巨峰 令到他們一個很重要的產業市場 是帶來了 市務前例的挑戰 你知不知道什麼產業最大謊 不知道 台產保險 OK 你想想 現在這麼大的破壞之下 回到X街 是的 是的 所以 美國 共和黨黨媒都說 雖然他們贊得德桑蒂斯很厲害 因為德桑蒂斯 果然是一個偉大的 叫做 醒覺的意識形態 鬥爭者 搞意識形態 真好笑 當然 特桑蒂斯 亦都可能會2024年 出選 如果特朗普不選的話 應該是他選 結果 這次 伊恩巨峰 令到他 在共和黨黨內 人人都說他是有政治抱負 是位超級明星州長 但是現在貌似 都是 舔得很厲害 其實 在巨峰伊恩 上星期三登陸之前 原來佛羅里達州的財產保險市場 已經陷入了困境 因為這幾年 這些右派經常都說不關心 氣候變化 佛羅里達州就糟糕了 當然我不是說對 但是 這些極端天氣事件 如果你 不關心地球先生 他就會有反彈 朗普直接說是假的 沒有這件事 他也假的 他的頭髮可能是假的 我們看到 承銷虧損 連續 第2年 即是我說這個財產 保險市場 連續第2年 虧損是超過 10億美金 已經有6家保險公司破產 所以 保險公司紛紛要退出佛羅里達的市場 或者 縮減逐保的期限 令到 這些業主 保險選擇越來越少 造成保費不斷上升 我們看到巨峰出現之前佛羅里達州的 房屋保險市場 就已經出現 損失而且不斷擴大 保費增加因為你知道 如果你 身處的地方是一個比較高風險的地區 其實等於 車險 大馬也是 如果你該區治安比較差的話 保險費就貴 保險費就增加了 因為佛羅里達這幾年都有極端天氣事件 亦令到一些 保險公司破產 現在又發生了伊恩巨峰 特別是 如果這場風暴導致 訴訟 不斷出現的情況之下 大家知道市場是否可以維持下去呢 這件事德桑迪斯 也有說過他害怕 另外 我們經常用的資料 叫做CoreLogic 是房地產研究公司 很貴的 我每年都要買他的帳號才能看到 一些數據 他亦說 現在佛羅里達的保險業 是最糟糕的時候 伊恩 會產生破壞性的大雨 大風 還有 當然令到無數的房子倒塌 這間公司就估計 很厲害 原來這次 如果你要重建的話 要16000億美金 那怎麼辦呢 很多時候就要問一下 德桑迪斯怎麼搞 財產保險通常 是不包括洪水造成的損失 但是我們包括 是我們州那麼特別 因為我們州以前拿過很多次 所以我買保險的時候一定要問清楚 這意味著 很多居民 尤其是內陸地區的居民 只可以申請聯邦政府的支持 所有這些一切 對於州長 這個德桑迪斯 來講 真是提出了 一次很獨特的考驗 德桑迪斯 曾經 是 當然是前國會議員 也挺厲害的 擁有耶路大學和哈佛法學院的民憑 18年以微約優勢進入 州長官邸 即是做了州長 之後 他最厲害是什麼 就是叫人家 不要搞防疫措施 所以右派很喜歡他 當然啦 那當然是不對 害死人的 沒錯 他還通過 挑起一些高 即是經常 用普通話叫作爪 什麼都 要政治鬥爭 高調的鬥爭 你知道 迪斯尼是在奧蘭多 佛羅里達州 原來 迪斯尼是佛羅里達州最大的老闆之一 為了 被人 留下一個英雄式的 印象 他 就經常跟迪斯尼撐到 撐一撐 他 就是 經常是抵制一些比較進步的 思想 所以 保守派就說他 是為英雄 經常為他拍掌 我們看到 現在 很厲害 知不知道他的 籌款能力 這個陳日君真的要學一學 原來他的籌款能力很強 因為他說得夠厲害 另外 如果 德桑蒂斯在這場 危機當中表現出勢力 他就通過最後的考驗 可能人家就想 究竟 川普先生做 下一屆的共和黨候選人 德桑蒂斯好呢 當然他的黨友也說 支持他等於支持更加強大的國家 所以 全國的目光都放在佛羅里達 如果佛羅里達這次做得好 OK 那你就有機會 上大位 同樣地 如果德桑蒂斯表現得不好 他的受歡迎程度絕對會降低 2005年的時候 這個卡特里拉巨峰 就令到 當時的 總統喬治 布殊 就留下了永久的 不良印象 因為覺得他很無能 這次德桑蒂斯會怎樣呢 他的發言人就說 這場風暴 不會結束 德桑蒂斯先生的 政治生涯 媒體認為巨峰伊恩對於德桑蒂斯來說是一個巨大考驗 尤其是對於我們州的保險業 他的發言人說 不是 這是一個 自然的大事件 州長是專注於拯救生命的 平時 他很喜歡各種政治化 現在他就叫人家不要政治化 這些天災 他這樣說 他就說 州長會 搞得很好 德桑蒂斯和他的團隊 其實都是到處去看 但是依然是有很多 Household的 電力是未恢復的 他 表現出 都算是 幾誠懇的樣子 德桑蒂斯也說這是一個巨大的風暴 恢復工作的 72小時 是不是叫黃金72小時 是不是這樣說 其實就是最重要的 他 很搞笑 他就說 我現在停止 向肅敵拜登的攻擊 你停止 別人在後面做事你知不知道 你 救災的時候你還想著鬥爭嗎 你也挺 分身不下的 老實說如果拜登玩東西他有些什麼 放軟手腳你也挺嚴重的 他就說我停止對拜登 的一些功勢 拜登會多謝你 他說現在就尋求拜登總統幫幫手 我要尋求聯邦的援助 當美問到 是不是會跟總統見面 他就說我希望 得到所有人的支持 當然沒回答過 令人尷尬的是什麼 2013年的時候作為查黨議員德桑蒂斯投票 反對 一項針對巨風桑蒂 的聯邦救援方案 引發很多 東北部的 共和黨人都很生氣 巨風桑蒂 就對新澤西州和紐約州 聚成了巨大的 這個破壞 當然你當年就擋人家這個方案 眼前 危機過去之後 保險將重新 為佛羅里達州 是要 幫他重建 但是那麼夠錢 因為 16,000多億 當然他們就想著 求德桑蒂斯有沒有辦法 幫下手 所以現在德桑蒂斯 第一要面臨 是 怎樣幫助 受影響人士呢 第二 怎樣可以 令到財產保險市場 不會崩潰呢 事實上 我們之前 那些節目都看到 真的有些地方是 儀為平地的 沒有東西的 保險市場因為一系列的嚴重風暴 以及 十分多的訴訟 變得很緊張 所以他們就希望 州政府可以幫下手 但是幫不幫到手 有點難度 那麼州政府官員就說 佛羅里達州的 業主保險 訴訟 就佔美國 佔美國業主保險訴訟79 但是 只佔美國 業主 保險 撒培的9% 所以很多人 就認為 佛羅里達州的 那些業主 好像很輕率地去告這個保險公司 由於保險變得 很稀缺 和很貴 所以呢 很多的業主 就湧向國家經營的保險公司 又是這個公民 財產保險公司就想著有最後的幫助 看看可不可以 其實 一位即將退休的共和黨參議員 叫 Jeff Brandis 長期以來一直對保險制度 很大批評 他就說如果 繼續 政府幫手的話 可能立稅人的錢就沒有了 但是德桑提斯 他作為州政府是否真的不幫忙呢 如果你不幫忙的話 可能 選民又唾棄你 其實今年 5月的時候德桑提斯 召開了一次特別的立法會議 打算解決 佛羅里達州保險業的問題 原來他想著一個最終方案 為 當地的公民提供20億 美金的再保險 即是 在當地 就是 要扔這20億 其他 商業保險公司 不肯成保 只可以 州政府來想一想辦法 用這20億 不過 20億很少錢 你想想 現在你重建要16000億 是的 20億 只是零土而已 沒錯 所以根本是沒有辦法解決 市場更大的問題 現在 標準普爾已經 幫佛羅里達州計算過了 16000億重建 這次巨峰伊恩惠當地的保險業 帶來多少損失呢 就是300-400億美金 其實今年11月當然是 中期選舉 也是他的一次大考驗 挑戰他的就是民主黨人 Charles Christ 已經看到 德桑蒂斯 的弱點州是保險 所以 他 剛剛 就說德桑蒂斯是佛羅里達州 歷史上最糟糕的 財產保險州長 根本幫不了你們保護財產 這位民主黨人就要求德桑蒂斯為那些 被破產保險公司拋棄的佛羅里達州居民 提供90天的緊急保險 作為回應 原來 提出有20億的 額外資金 就說 其他保險公司 有了這20億就不用破產 是不是 20億其實 很少錢 不過他就說 有更加多的 東西會做出來就是開承諾 所以我看到 民主黨的陣地 華盛頓 郵報和紐約時報都說德桑蒂斯 可以令到佛羅里達州保險業很嚴重 財產保險業怎麼辦 另外我們看到 德桑蒂斯 德桑蒂斯 之前很喜歡煽動人 所以說他是新特朗普 尤其是 他說這句話有點像 王陽達 文化戰爭 在文化戰爭上煽動 別人 譬如 批評某些 人士 好像以前香港的本土派 文化入侵 你放那麼多人來 搞到我們的文化被侵蝕 搞那麼多政治議題 當然他現在就叫別人不要搞政治議題 但是現在 他就叫 大家要 做好自己 不要搞那麼多政治 真可笑 之前他就是 忽略了州的保險改革 所以這次 佛羅里達 這個伊恩巨峰 肆虐之後 事實上 對於拜登來說 都可能 是疫苗了他 因為德桑蒂斯現在 疲於奔命 這個是拜登的潛在對手 就算拜登不選 這個也是有機會 接替特朗普的人 所以呢 現在佛羅里達 當然我當然是覺得 佛羅里達的周魂是最慘的 當然是他們選出來的 如果石卷入這些政治鬥爭當中 真的不是那麼好 拜登 我也說了如果他 陰濕一點 放了手機 不好意思 支援未到 你等一等 當然 在今年 早段時間 立法會 議期期間 很多議員 採取行動 就是 警告德桑蒂斯 就說 因為未有這個伊恩之前 就已經有人警告德桑蒂斯 而且黨內人都說 你不要經常發動什麼 文化戰爭 這些東西 佛羅里達州經常有 極端天氣事件 你保護 你們 周的民眾的生命 和財產 不然整個保險 系統會崩潰 德桑蒂斯就不理 不以為然 結果現在糟糕了 一般來說 右派 當然左派也有傻 我們看到德桑蒂斯 其實他 是 幾受 保守派歡迎的 亦都被稱為 是 保守派的 新的救星 特朗普可能2024年出來選 但實際上 特朗普的處境 亦都有些事情 之前被人調查 如果他有什麼事 也是糟糕了 因為他之前的文件 不給人 還有一些稅務的問題 所以 如果 當然我相信 特朗普真的有機會出來選 如果 特朗普輸不了 德桑蒂斯就是Plan B 也有可能 德桑蒂斯Plan B 當然他又很年輕 四十多歲 43歲 有三個小孩 人家就說 他是一個 教科書式的保守派 他反什麼呢 之前 防疫那些幾次 亦都是 口罩令 他又反了 其實他是意大利人 意大利銳 你看他的名字也知道 他 在佛羅里達州的西海岸長大 獨製傳統的 某宗教學校 喜歡打棒球 典型美國人 上耶路和哈佛 之後就入了海軍 也擔任軍事律師 更加 去過關塔南無 他原來也拿了幾個荷蘭水蓋 有同星勳章 海軍 及海軍陸戰隊 表彰獎章 還有伊德克戰役獎章 等等 當然我們看看 他 可不可以 搞定這些保險呢 有時間搞 不知道 因為之前 你不注意嘛 不注意就很嚴重了 那為什麼德桑蒂斯都經常玩弄拜登呢 原來 德桑蒂斯之前不是把 一些 越境人士送到其他地方 是 他曾經說過 拜登啊你的家鄉 特拉華州 我一定會帶那些越境人士去你 家裡參觀一下 因為其他共和黨人都試過把越境人士 送到賀菅麗家 在家 拜登 也有機會 但是最後沒有 因為始終總統 他可能 怕怕的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網友 再見 再見